財政預算案的拉布戰 我們星期二的正程都說過 其實建制派心裏面有個時間表 希望拉布戰至少可以持續到五一勞動節之後 因為這樣政府的財政危機就會比較明顯一點 他們相信這樣會比較容易觸發市民的情緒 到時如果主席曾鈺成真的要展報的話 都可以爭取多些民間支持的聲音 不過這次只有人民力量和社民連四名議員參與拉布 是不是真的可以撐到五一都成為很大的疑問 最大的危機時間就是在下星期一 三名人民力量的議員就要就住他們的非法集結案 去到東區裁判法院停取判刑 到時議事廳裡面就會剩下長毛梁國雄孤軍作戰 其實審議修正案的時候 議員的發言並沒有任何時間限制 到時四個拉布的人只有梁國雄一個人在議事聽到 雖然他是以紅變韜韜韜為著名的 但相信到時都非常困難 其實曾鈺成也不是等閒之輩 梁國雄多話說而已 但有可能他的發言都會被指是離題 其實拉布四子擔心到時如果曾鈺成認為梁國雄所說的東西是離題 就可以用離題做一個藉口乘機展報 所以陳偉業其實已經開到聲了 希望至少多些泛民可以幫忙 並且點名說到希望新民主同盟的范國威 到時可以幫一下長毛手一起發言 不用等長毛一個人孤軍作戰 雖然說只是停取判刑 但上得確有時時間要多久都還不到 即使范國威肯加入 其實都是只有兩個議員在輪流發言 都很大的危機 所以陳偉業亦都開到聲 希望本身說不加入拉布的泛民議員 到時都可以出聲幫幫忙 其實現在主要的泛民政黨 原則上都表明是不會支持拉布的 但他們都說了一件事 就是說如果到時的修正案是說到 譬如削減個別局長的人工 或者削減個別問責局的開支等等 以這些議題他們是有興趣的話 亦都會發言 所以如果下個星期一 剛好就談到這些修正案的話 就可以說拉布的陣營幸運了 如說案究竟怎樣收拖 其實我們都四出打探過 很多不同政黨的一些意見 但都沒有人可以很清晰地回答我們 都是瀟灑地扔下一句 就說船刀橋頭自然跡 政府亦都是放風 就說無意延長臨時撥款的金額 到時如果真的出現財政困難 都沒辦法 似乎政府和建制派都同一口徑 已經做好心理準備 今次要玩鋪勁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